上世纪三十年代,强占东北的日伟政权,为了灌输黄道主义的殖民精神,强令沈阳太清宫等东北道观筹建维满洲国道教总会,迫使其与全国道教总会分离。 为了避免日本人消灭道教,保全中国固有的宗教,东北的道长们、道士们同意成立道教总会。 1939年,维满洲国道教总会在长春成立,整个东北的道教日常活动都要在日本人的监视中进行。 另一天也是晚上了,我师父跟一个道友,他们在那一起,正在聊天的时候,因为他这个道教会的旁边这个院就是佛教会, 也还有几个佛教的大和尚,他们在一起在一个屋里聊天,结果这个日本的先兵来了, 就进来查呀,他其实对中国人他有时候也比较野蛮嘛,因为那是满洲国, 他是比较野蛮,就是进来查,到时候东翻西翻,就查你有没有这可疑人士, 他也查什么身份证啊什么的,就是你稍微要是说,说得哪个不合他的心意呢,他也动手打,他也打。 说当时就激起他们几个人的这个愤怒,师父在心里就说,就是他就,他后来跟我们说,就是有一个志向, 我从此以后我不,我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,我都要堂堂正能地做人, 我要做一个有骨气有气节的人,我不受你这个外国人的这个欺负。 张礼举四处参学访道,取各家之所长,1943年,沈阳太清宫方丈金成泽, 于黑龙江省双城县无量观开坛放戒,张礼举入戒坛受道教的三坛大戒。 1945年,日本战败投降,张礼举回到慈航观,接替师父管理庙物。 不久后,东北土地改革开始,鉴于明代的慈航观遭到冲击,道士们都被迫离开庙宇。 张礼举先后到大连天后宫、沈阳观月庙等地参访学习。 1948年,辽沈战役全面展开,时局动荡,无安身之处,张礼举与七位道友结伴云游。 他们从千山步行到北京,当时是很苦的,因为什么打仗嘛,要吃的没有吃的,然后你投电吧,好多地方都没有人呐,人都跑了,避难去了嘛。 在这种前提下,他依然,他们不气馁啊,不退治,就是互相勉励着。 到北京后呢,在那个白云罐,那么在白云罐挂单。 白云罐是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,当年那里高到云集,张礼举得到了不少道长的指点,功力大有长进。